港股周一急跌515点,跌幅达1.84%,虽然大市成交只有1429亿元,总算成交不太大,反映沽货力度不是太强,然而,由于恒指又再次低收于主要支持位27500点, 显示港股仍然处于弱势,因此,大家在下注时应该尽量控制注码,更不要胡乱拨反弹,因为美股似乎已进入调整期,而内地股市则表现呆滞,看来港股将会持续受外围股市拖累的机会是非常高的。 现时港股价处于弹散市,即是反弹也不会持久,所以买市肯定是将,由恒,不小资金仍然留在香港股市做炒卖,加上聪明的投资者会选择买股不买市,特别是在下注时是会特别留意逆市上升的股份, 因为在跌市期间而能够保持升势的股票肯定是有潜逃的。 如果大家有留意内地的5G股,例如中兴通讯763和中国电讯728, 其股价于周一均展现疫史上升的强势,显示今次港股回套,反而令部分资金流入5G版快来避险,至于近期突然转强的手游股中手游302, 其股价仍然维持沉顶格局。另外,大家要留意中手游股价已创下历史新高, 反映市场对内地手游版快看得甚好。如果读者没有持有中手游,可以等待者股回调至4.6元才上车。 短期目标看5.5元。